所以我們 AdState at Ville就是隨著自己的意思 什麼時候想走什麼時候 我用一些例子 讓你有深刻印象 當你跟朋友說 一些色情的東西 One night stand 你就記得 突然想起地產 為什麼會想起地產 因為我阿Sir說 AdState at Ville 租的時候是隨意的 只要他什麼時候想走 給他30天通知就可以了 什麼時候想租 他不需要有一個 7天的 他住住 假設是30天一個月 他臣時某時 18號 不是15號 不好意思 我老闆沒有付支票 我交租 我18號走了 他說我18號給30天 下個月的18號我走了 於是那個Lennor就說 哇大哥 在18號從哪裡來的 又不是1號又不是30號 沒有 有什麼從哪裡來的 我們說明是隨意的 對 另外那個字 他什麼時候通知 就以那個人為界限 加沙 是的 AdSufferance 這個是剛剛跟他相反的 所以我們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這麼好記 一個是隨意 一個是不肯走 不走 AdSufferance 就是那個Tenant自己 賴死不走 還要不交錢 AdSuffer Suffer是誰 所以整個表 我們就知道 其實 這個Lipcoin 整個表 我們就知道 租約有分四個 再說 租約 首先 就是 有分 S Day For Years 那我們就這樣 For這個字 4這個字 是諧音 用FOR Years Y2AR 我們散了E和A 所以我很公平的 中文我會散略些字 英文我都會散略些字 為什麼 其實你能認得 如果中文再散略的話 我就會認不得 我一定要靠中文來關聯這個 散略字 所以我們要有印象 看過有印象 好老實說 如果你看過 然後每次都說沒有印象的話 我們用短時間記憶 我們把它加長就可以了 可以的 沒問題的 只不過慢慢慢慢加長 我問你 Personal Property 是什麼 Period to Period 就是 經常轉的 月租 日租 時租 年租 都可以的 跟著這個 就是Advue 就是隨意 而這個就是Sufferance 那租 這個就是沒有租金的 沒有 Advue就是沒有 這個是沒有租金 時限的 沒有時限走的 這個是收不到租金的 這個是沒有時限走的 這個是沒有時限走的 因為這兩個都是有時限走的 這個只不過是沒有通知 這個要通知 這個是沒有通知 這個是沒有通知 這樣而已 所以 四個 這麼精進的 分別 是沒有什麼人可以告訴你 但是 不要緊 你知道 Identify 到 Multipost那條 一定對的 再說一下 現在A是這個 B是這個 C是這個 D是這個 再說一次 現在考試題目 A是這個 B是這個 C是這個 D是這個 哪一個 是沒有租金的 這個 哪一個 是不需要三十日通知 不需要三十日通知 只是這個 這個 這個都要 這個都要的 其實 他雖然沒有租金的 但是 我們都是要的 哪一個是 以一個 period to period 這樣的 這個 是的 就是 就有分 最大 是 兩種 一種 就叫做 Fixed Term 固定的時段 那麼 它是要有 開始的日子 有完結的日子 那麼 我們Fixed Term 就這種叫做 For Years 即 Lease for Years S Day for Years 前面這個 可以是E 可以是L 那這種呢 就是 固定的租約 再講清楚 固定的 Fixed 這個字是 固的 固定的 固定的 就是說 我講好了 一年就租一年了 五年就租五年了 Commercial 那些 有些是五年的 OK 那麼 其實這種呢 剛剛就是反過來 是非固定的 但是呢 中文呢 就不敢說 他就說 固定什麼呢 是以那個限期 限期限 這個是沒有期限的 是的 就是那個 段落的期限 是 所以呢 就叫做 Period 就是一段一段 To Period 我們呢 通常 我都是喜歡用簡寫P2P 有些 我們學生是電腦那些 他一聽到P2P很有印象 那我就喜歡用一些 別人有印象的 非固定 非固定期限 我們就叫做期限 就是Period to Period 如是者呢 我加深他們的印象呢 就用時鐘 於是那些人聽到 哎呀 時鐘啊 那立刻 男士特別是 就起身了 立刻 本來睡著睡覺 現在都醒一醒 因為他們經常去時鐘租房 那裡 段星期的 日租的 有些什麼日租的 其實酒店的日租 那些例子很深刻啊 那些例子很深刻啊 那些例子深刻的用意是做什麼 就是讓你記得好一點 那讓你記得好一點的用意是什麼 是讓你跟自己說 我考到的 我不笨的 我只是慢的 我考到的 我懂英文的 我懂英文的 Period to Period 就是時間的 Fixed Term Fixed 這個字 是英文來的 Fixed 這個字是英文 Fixed 是什麼意思呢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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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是者 很健康的 每一次來學幾個生字 三個就夠了 今天學多個了 Write 是什麼呢 權力 分道 足簽 List 租 租 今天肯定是多過三個英文字 如是者 日移久之之後 我們叫日積月累 溫固之身 好像山一樣 堆下堆下之後 根本就是整個英國人 美國人 你在美國 那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 懂英文 懂少少 多也好 少也好 人人都是懂多也懂少 好嗎 定點 一定考到的 好了 租約有分兩個 你告訴我 有哪兩個 一個是固定期限的 有時間的 另一個是 日租 日租 時租 月租 是最多的 這個 關鍵是沒有固定時限的 所以 如果你走之前 我們就要給一個通知書 那個叫三十日通知書 三十日通知書 三十日通知書 記得 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我們說好了 到期的 只不過 那些人 安全起見 怕那些人抵賴 就給 這樣 你剛才說水 水 水我們要記的 就是說 有兩隻 有一隻 叫做 好像河流 River 大家都是R字頭 我們英文叫做Riparian 這個 如果那間屋 有一條河 那你猜它可以去到哪裏 這條河 河的一半 河的一半 那如果它是這條河 不是河 是R字頭的 它是L字頭 就是一個湖 我們稱這個 就叫做Littorial 為什麼叫Littorial 因為原來這個字 是由拉丁文Litter 那個字來的 Litter 即是垃圾 垃圾 我們要幻想 一些紙 扔到垃圾桶上 然後就停了 即那個紙本身是冷的 然後停不停了 我們不要想 誰去倒垃圾 不需要想那個部分 那所以呢 這個是停的 湖是不動的 not flowing but flow 這個呢 就是河流 川陽不適 有個中文 不知道怎麼說 什麼不適 川流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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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lowing 川流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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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Multimal choice 有river 有stream 這些字 就知道是Ripair and Ride 這裡是相反的 如果是Littorial 是湖 現在這裡有一個湖 這裡有一些屋 那屋可以拿哪些水呢 屋前邊 都可以用 潮水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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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水又有潮水漲退嗎 沒有的話 也不是中間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說 停在哪裏 就是那裏 什麼意思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沒有 整天都是那點 那點就是那裏 你可以把垃圾扔到哪裏 不是垃圾扔到哪裏 不是垃圾扔到哪裏 而是那個湖 那些水 是因為不冷的 所以 你那些地 其實主要是關注你的地 是去到哪裏 那你的範圍在哪裏 你的範圍就是不可以 進去那些水的裏面 如果那些水一直沒有 吸乾了 那你越來越多地 哦 但是如果你的水是不動的 那水是還水 地呢 你只可以 去到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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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care 只不過是你的property right 你不是care 那些water right Water Sorry 講錯了 Littoral這個字 是water 你可以不水飲 你可以起東西 但是這裏 你可以起到中間 但是這裏的話 你是不可以起到湖中間 是不行 不可以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可以不可以這樣 這個字型的話 你 celui的水到底在哪裏